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主要就是站好吗 西红路在哪里 那条啊 什么时候帮我那边去 你还有什么地方啊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GCX Mark II 怎么去防止这个户外的风的噪音的处理办法 大家在前面画面看到的就是所要准备的一些器材 就是剪刀 胶水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毛绒的东西 随便去这个衣服的毛领啊 或者这个这是我老婆的围巾 找一个这样子 然后就是这个魔术贴 找一个 然后后面有最好是这个 柔朗面这边是有带胶的 因为我们等等要贴在这上面 它这个麦克风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这个贴上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搂一个空出来 让它这个麦克风流出位置 这样子一个东西 白色的这个是双面胶 然后这时候就要取毛了 这时候涂一点胶水把它黏在一起 如果这个没有剪开麦克风 还收不到的声音也不太好 中间有个空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然后这时候呢 把这个双面胶撕开 双面胶也不会破换相机 这样非常好 也就贴在这上面 然后呢 这个随时都可以拿下来的 搞定 这样就大部分 这样就应该就没问题了 而且它也不会非常的影响 这样的画面 我们就试一下看 在有这个 有毛和眉毛的情况下 的一个声音 能不能听到 比如说声 这是一个声音 先把这个毛装上 然后再录一段 跟刚刚的力度也是一样的 然后分散 好OK 这是没做的 对这是没做的 嗯 装完以后真的会改善很多 这样除外拍摄就不要怕 如果风大的情况下 会干扰这个麦克风的收音 所以建议可以大家 如果用GCX8K2的朋友 可以这样操作一下 去找个这种小毛毛 也不难看对不对 好 这是绿色的 对这是绿色的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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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